明天凌晨,国祖将在各场挑战巴林,而这场比赛结束后,全队会返回国内,国角也赶往各自俱乐部被战本州的重新开打的中超联赛。 这次间歇期结束后,本赛季的中超将迎来最后两个月的最终激战,争冠、亚冠资格和保级归属都有定论,谈论联赛的话题,争冠才是重头戏,而现在北京国安、上海上岗和广州恒大三队,构成了中超争冠集团,三支球队的积分最大差距只有三分,而最后阶段的赛程,将会直接决定着各自球队的争冠前景, 其中上海上岗的赛程最为不利,由于还有一场补赛,所以上海上岗还有十轮联赛,和广州恒大一样,北京国安则胜于九轮联赛。 上海上岗最后十轮的对手分别是天津太达、广州恒大、长春亚太、北京国安、贵州恒丰、江苏苏宁、山东路能、广州恒大、北京人和、天津全建。 这十轮的对手里,上海上岗要和广州恒大、北京国安、山东路能这中超前四的球队T4场应战,在赛季上半程中,上海上岗主场输给北京国安、客场占平山东路能, 也就是说还没有赢过中超前四的球队,这无疑会让上岗球迷,担心球队在强强对话中的战斗力。 除此之外,上海上岗还要谨慎有搅局者,因为球队刚刚被华夏幸福逼平,也就有可能会有其他球队一样出来搅局。 最后十轮除了中超前四球队外,像江苏苏宁、天津泰达和北京人和等球队,都会突然给上海上岗带来想夺三分的麻烦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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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